拿这个A一下 大家好 我是飞美虎哥 这个视频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几个月前自己拼的一个新的 9毫米的A29 就是跟A25一样 只不就是9毫米的 然后咱们先说一下 就是最明显的东西 这个首先的话 这个不是个消音器 因为在加州的话 当然这个是违法的 它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呢 我是买的一个10寸半的枪管的 这个上枪匣 就是大概这么长吧 然后呢 我又买了一个6寸 还是7寸的 长的一个假的 假的一个消音器的一样东西 就是看上去差不多 只不过里面就是一个管 然后呢 焊在枪管上 所以说这个弄不下来 然后这样的话呢 在加州是合法的16寸 就是在美国合法的16寸的 一把枪 一把长枪吧 然后呢 下边的话呢 当然是我自己拼的话呢 上枪匣和下枪匣是分着买的 下枪匣的话呢 就是 pulls delivered to Aero Precision的 EP9 叫EP9还是叫什么 对 call EPC9 然后自己买了一些 就是普通的零件 然后后边是自己下架了一个 这个下架的一个握 alien 然后上枪匣的话呢 它的特殊点的话呢 就是说呢 它是英文说呢 就是buffer this 就是后边没有那个缓冲器 然后呢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会到这就停了 普通时候呢 大概到这对吧 到这这个文献 加出了大概一英寸两 就是一英寸半大概左右的一块 然后里面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它这个枪声到这里边 咱们一会把它打开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后边就可以有个 Picatini的这个 这个轨档的话 给自己安装所有的东西 然后呢 这个upper的话呢 就上枪下的话呢 是这个牌叫做 Bear Creek Arsenal 就是怎么说呢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便宜 就是最便宜的 做枪的一个公司吧 然后呢 下枪下的话呢 当然了 普通价钱的话 大概八九十块钱 一百块钱 空的一百块钱 然后加点零钱的话呢 大概一百五一百六 然后上枪侠整个一个包枪管 大概是 我忘了多少钱 大概三百块钱之内 我是买下来的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这个枪托子的话呢 这个自己的话就一百块钱 因为它是个 轻的枪托子 然后整个是铝合金的 然后在前面这个 假的消音器的话 大概三十五块钱 所以说一起 一起加下来的话呢 瞄准镜是什么牌的 是个Vortex的Venom 然后我当时打折的时候 一百多块钱买的 然后整个加起来的话呢 也就大概七百 八七八百块钱 就拿到手了 我买它的原因 就是因为呢 它是所谓的Buffer的 就是没有弹簧 这样的话呢 不在加州的朋友的话呢 可以买个 可以就是折叠的枪托子 然后这样的话呢 它很短 当然了在加州的话呢 也没有必要 但是我就挺好奇的 这个到底怎么样 刚才咱们说了一下价钱 对吧 然后呢 现在的话呢 咱们看看就是它怎么用 用起来的话呢 说实在话挺简单的 首先的话呢 它跟普通的A29 不太一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Charging handle 就是这个拉枪 拉枪机对吧 它是不是在后面 它是在侧面 它是固定到枪栓子上面的 所以说 就跟AK几乎一模一样 我买的话呢 这个是在右边 是拉的 它也有一种吧 它可以在左边拉 只不过在这块有一个槽 所以说能看透 那样的话呢 很容易变脏 所以说 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当时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 然后咱们回来说一下 后来就是用起来的话呢 还有什么毛病 就是放子弹匣的话呢 扭在这 就是 插上去对吧 放一下 打空以后 就放下来 就就按下 就跟那个 位置画的跟A2150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呢 还挺方便 然后呢 这把枪呢 就是下枪侠 对吧 它有一个空仓挂机的放那个 放枪栓的这个牛 但是 这个 Bare Creek的话呢 它没有空仓 没有空仓挂机 当时我不知道 后来买了以后才发现 其他套 因为我这个是固定的 但假如要是有 大家可以买一个 就是可以折叠的话呢 这个用起来很方便 当时翻过来的话呢 它这把枪就是很短 对吧 很容易去 比如说搁在车里啊 或者 或者可以把搁到 搁到一个大一点的 后包里边 可以可以背着走来走去 操作起来的话呢 是非常容易 就是子弹匣子 这个我的下枪侠的话呢 这个EPC的话呢 它是专门用Glock的 这个子弹匣子 所以当然Glock很便宜 哪真的买得到 所以非常好 然后按上去以后呢 但是不是很好看 因为它是这么斜过来 也有其他的下枪侠 可以用CZ的那个 CZ的Scorpion 就是翻过来 那样的话 那就好看多了 但是呢 Aero Precision好像不做那种 而且呢 我也有 大家也知道 那个Ruger PC 也都是用这个 什么 也都是用这个Glock的子弹匣子 所以说的话呢 买了这个 对我来说自己是挺方便的 然后呢 上次那枪以后呢 对吧 就是拉一下这个 放下枪栓子 然后就可以打了 当然了 这没有子弹 所以说 然后呢 打空了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刚才说了 但是没有空枪挂机 就空枪挂机 对吧 所以说呢 现在是子弹匣是空的 但是它呢 它还是会关上 所以说呢 当时比如说 要是打空了 A一下扳机 不响 然后看看里边 也没有卡着子弹的话呢 就知道可能是空了 所以说A一下的话 卸下来 用起来的话呢 就是非常简单 但是呢 咱们现在说一下就是 我对这把枪的想法吧 就是有什么优点 有什么缺点 第一个 优点的话呢 就是首先它很便宜 第二个话呢 可以用一个折叠的 枪托子 然后呢 它有一些缺点 对吧 首先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有点重 它的重量 比我那个Ruger的PC还要沉 Ruger PC大概6磅多一点 这个几乎 7磅多一点 就是比我想象要沉多了 而且是呢 它是重量在前面 这个枪管 看上去是那个 所谓的就是 Government Profile 就是它有粗一点 是吧 9毫米收的材料 没有太大必要 而且它的话呢 它一个护部的话呢 也是很厚的一个铝 所以说它也不是很轻 其他的东西的话呢 咱们一会把它打开 让大家可以看一下 枪栓子的话呢 它也不是很沉 但是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所有的加起来的话呢 就是那么就这么沉 比我想象要沉多了 然后呢 还有的缺点的话呢 就是它做的并不是很细 就是说呢 这个护木的话呢 和这个上枪霞 它们根本就长得不太一样 然后呢 拧紧了以后呢 还有个 还有个槽 就是颜色都不是 都说到不是一样的 当然它很便宜 所以说也不能去抱怨它们 但是比我想象差一点 第二个的话呢 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它是那个 没有控仓管机 就没有控仓管机 对吧 我和咱们刚才说了 还有什么 还有的话 就是打起来的话呢 是非常不舒服的 因为9毫米的后座力呢 应该比其他的枪要小 但是呢 用起来的话呢 当然了 我这个枪托子是铝合金的 但是用起来的话呢 打起来的话 肩膀是非常疼的 就是它打一枪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后座力很猛 不是很大 但是很猛 所以说打过几发以后 尤其是有这种 槽的这个枪托子的话呢 就是肉上非常疼 后来的话 要是自己打的话呢 我还得垫个什么东西 它的缺点的话呢 有可能是因为 这个枪栓子的话呢 可能不够沉 而且里面这个弹簧的话呢 那个力量也不够大 就是说呢 9毫米打过来以后的话呢 打出来以后的话呢 那个很多的后座力 没有被这个吸收掉 直接传到 后来就是枪栓子 打到后面 然后直接传到 枪托子里面 那个对我说 让它挺失望的 还有什么东西吗 其他的就没有了吧 缺点缺点就没有什么了 那好吧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 就大概的拆开一下 看看里面什么 什么样的结构 首先的话呢 我先把这个 因为它是有个螺丝在栓的后面 所以说我得先把这个枪托子卸了 卸下的话呢 咱们用 先把这个 这个把它拧下来 非常简单 就可以把它 把它整个螺丝拧下来以后 可以把它滑出来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眼 它这个的话呢 有几个草 所以说呢 这把枪的话呢 就是枪托子的话呢 可以搁到 可以调整一下高度 我一般 我刚开始是把它搁到上面 然后呢 后来发现呢 这个太低了 所以说后来把它搁到 几乎到最下面了 这样的话呢 就是脸贴上的时候呢 这个瞄准镜高度正好 然后呢 要是field strip的话呢 不需要把它卸下来 就可以把 就像跟AR15一样 把这两个 把这两个针推出来 然后呢 可以看一下 这个弹簧就推出来了 对吧 但是呢 因为这个弹簧不能卸下来 所以说呢 扳机还在前面 我先把这个 枪式往后抗 把那个 扳机给放到后面 这样的话呢 就方便一点 这样的话呢 然后呢 后来把这个 因为它这有个槽 对吧 顶着 所以把它拧一下 这样的话就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的话呢 这个槽 就是顶子弹的 就是子弹 就是子弹 那个枪栓子出来的时候 把子弹壳顶到这块 然后弹出来 就跟手枪一样 对 所以说呢 这样 它是有一个这个 有这个棱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弹簧就在这儿 然后里边是那个轨道 枪栓子卸不下来 因为我现在需要 把这个 把这个螺丝拧下来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是它比 普通的A25的 枪栓子要短 然后呢 重量的话呢 我现在卸不下来 所以说不太好说 到底多尘 但是它保复感保证 它比那个Ruger PC 里边的那个 枪栓子的话 要轻了很多 然后里边的话呢 就是非常简单 几乎 就是 就这个枪管 也没有任何那个 因为它不是 它是所谓的blowback 对吧 它就是用这个 弹簧的压力 把它顶住 所以说里边也没有 那个 就是那个 怎么说呢 枪击的槽 它就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操作原理 这样的话呢 当然了 很简单 就因为 就是有一个弹簧的话呢 要是坏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小 除非这个 弹簧蛇了 要不然的话 它是很难坏的 所以说可靠性的话呢 应该是挺高 因为blowback的话呢 都是 可靠性都很高的 所以这还算 也算一个优点吧 其他里边什么东西的话呢 就什么 几乎什么都没有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把枪 这个话呢 木的话 不用线 因为里边就是一个枪管 没有导气管 什么都没有 安装的话呢 也是很容易 好 在安装之前的话 我给大家可以看一眼 里边的话呢 这就是 我把线 就一个螺丝拧一下 然后呢 它就是 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一块 一个槽 然后里边 这多出一块来的话呢 拧进去 多出这一块的话呢 就是让这个 枪栓可以有一些 更多的一些 更多的一些地方 去推到后面去 然后的话呢 它里边的话 有一个很硬的 一个橡胶的底儿 但是因为它太硬了 所以说打到上面的话呢 几乎没有任何缓冲力 直接传到身上 要是我能跟厂家 说一下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 这个后边这个 后边这个底儿的话呢 弄成更软一点的 这样的话呢 起码能缓冲一下 其他的话呢 安装的话呢 就非常简单 然后对了 这个我撕在地点进去 然后我们把它先 放回去 等一下 就是把这个 拧进去 也不需要特别紧 就差不多就省 就行了 就是那么 手那么紧吧 好 然后呢 先是斜着 把它对进 上面它就有一个槽 在这儿 把它对进这个槽 斜着对进去 插进去以后 拧过来 然后呢 这样的话呢 就进去了 然后呢 就是这么 这么简单 把它割回去 我一会儿就自己 把这个枪 枪拖子 按上去 那好吧 这个视频呢 就说到这里 然后呢 咱们下个视频见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